这么多年的球员了 你要是说这要来一个现役的得怎么样 但实际上啊 我感觉真要来现役的 真可能没这个气氛 因为巴乔和巴黎西 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话题 它确实是正好感受我们 巴乔啊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 就是说被中国大多数球迷所熟知的 第一个偶像级的球员 而且是那种偶像兼实力 拿过金球奖 拿过世界足球先生 所以这就是男球迷女球迷都喜欢 这个球技也好气质也好 这都是意大利足球 那会儿那个叫模特队 从巴乔开始的 这个 咱青岛前几年来过小贝 贝看某 在偶像方面 巴乔比小贝可以说是不分不分伯仲 但巴乔在经济方面 他有过世界足球 有过金球 拿过世界贝的亚居 这都是硬实力 当然小贝经济方面也很棒 有欧贯 其实很难避免的就是拿巴乔和贝卡姆这两个这几年来青岛的球形做对比 我们绝对不是否定贝卡姆在经济层面的能力 但是跟巴乔相比 多少还是有一定差距 其实巴乔更像是一种初恋的感觉 很多人喜欢上巴乔 你说起巴乔来 那是我上中学的时候 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喜欢的这样一个偶像 像很多巴乔后 现在都可以讲给自己的孩子 当年看巴乔踢球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 激动人心 而且巴乔他的这种职业生涯的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柔弱的 非常感性的这样一个人 其实是非常内地非常坚强的一个人 职业生涯经历了太多的体肤波折 可能来自亚平均的地中海的那种气质 让人感觉他确实是一个慢遗憾 而且在踢球的时候也很具技术气质 一个特性的这样一名 真的 巴乔是一个钢铁战士 能取得那样的成绩 世界足球先生 欧洲足球先生 世界杯上打身八个球 这绝对不是说 就是靠一些秀丽的脚侠技术 靠一些传控就能够做得到 我记得印象 02年世界杯之前巴乔重伤 当时他是一门心思去布雷西亚 就是为了带打一些世界杯 当时主教练说 如果他能 说八桥已经是赶不上了 但是八桥奇迹般呢 非常实用了 手术之后用了不到100天 就复出 主台外说一样的比赛 开始到哨音 山东明星年首先控球 屏幕的左边向右边进攻 今天穿的是白色的比赛上衣 红色短裤 抱一下山东队的名单 山东队 1号李青山 2号戴仁庆 5号杨昆鹏 这都熟悉 6号袁生 7号徐永良 9号王东宁 厂商队长 王东宁今天是9号 15号老海牛的王浩 也是我们小时候看球的门将 17号刘勇 18号刘沛 23号徐斌 24号张庆明 从这个名单来看 年龄还是这个年起 较为年轻 相对年轻的 占多数 能踢一下 可能年龄大一点的 袁生 王东宁 这两个岁数大一点 杨昆鹏 其实在 如果说这是一个元老级的比赛的话 杨昆鹏也算 也算年轻的 是吧 这个 不到40的都算年轻的 国际明星联队这边 说实话 这名单上啊 郑八景踢过职业联赛 他不多 能在五大联赛踢上球的 也就是巴乔巴雷西 还有一个 我看手发没有啊 也是以前的 这个咱一甲一挤 常年困济的一个球员 这次跟巴乔一块来的 啊 巴乔拿球 我看手发的 是吧 我看手发的 我看手发的 是吧 我看手发的 是吧 防线啊 其实 像刚才 刚才高科说的 国际明星队 要介绍首发名单的话 6号巴雷西 10号巴乔 结束了 这别人说不说 咱真是咱也真的没听过 嗯 山东明星联开场 在对方的禁区前沿 抢的还挺凶的 嗯 这个比赛确实是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啊 我们希望呢就是 大家也别拘泥于自己的位置 是吧 像今天王东宁也穿9号 这挺好玩的 最好是打乱建制 这个多有点单挑啊 多有点精彩的表演成分的动作啊 八乔 哎 挑起来 在现场啊 见八乔还看不出来 在球场上看 确实发疯了啊 对 和当年那个 灵动的蓝色精灵 八乔形式也是 出来这个 9号半这样一个概念的 这样一个 是这么个概念 嗯 可能就是 传统的9号球员是 专门负责得分的 嗯 10号队员是 2号10号之间 两件事都能办 是 就是从八乔开始 兴起的这个概念 就是这够热呀 嗯 今天是 青岛今年最热的一天 白天最高温度到了356度了 啊 镜头甭管拿不拿球啊 镜头就是有一个专门跟着八乔的 光头一闪一闪的这2号戴人性 戴人性 今天戴一眼镜上来了啊 啊 踢两下估计还得拿下来擦场啊 比赛这是在国庆啊 中奖的赛场 草坪质量应该是没得说 对啊 职业联赛的 啊 转身把门 射门 巴雷西啊 对 世界第一青道夫 啊 能能射门射在巴雷西腿上 巴雷西往这一传 给人感觉传给乔治维亚的感觉 哈哈哈 其实不是 错觉啊 不过这外形酷似维亚的认为还真是挺能跑啊 嗯 嗯 其实 这应该早点早点 哦哦哦哦哦 大家注意啊 小心动作 你早点谋划一下 或者说找一个联赛间歇期 把在中国踢球的 嗯 就是说西多夫啊 啊 阿拉瓦罗啊 直叫的这这几个凑几个凑一块 这几个私交应该还都也不错啊 还真是能够通场经济 对啊 这这哪个企业给组织一下 哈哈哈 有巴桥的巴桥 巴桥这两不能往一块凑啊 就是巴桥这些深压当中真的也是命运多传啊 除了自己的伤病之外 有很多 呃主教练跟他可能有一些分歧啊 在投球理念上有分歧 天才球员啊 天才球员啊 天才球员用得好 就是一把保险啊 用不好可能很多手键练不会用啊 就任何一个才华横腻的队员 给脚架 给的是94年巴桥的这一体 巴桥一个人顶在前面啊 进攻支援不是特别多 缓缓的推进 感觉巴黎西的这个经济状态保持呢 还真是不错 嗯 活动中后场呢 活动范围这还是很大 而且拿球的感觉也很好 哎哎哎 我精神的突破 过去了 啊 啊 啊 在这儿有点 有点不解风情啊 哈哈 这要穿过来 带围叫生门 门将 王浩 比赛毕竟刚开场啊 两个队还是有点这个 争了八角踢的意思 看来八球是给队友做一球 啊 打得还是很正 嗯 王浩的这个门线技术 没有任何问题 很多人和王伟满一块 踢过这个87年的全英贵 吃输级别了 对 夸带了啊 这酷碎为压这哥们啊 逢动范围很大 不错 风险拿球 这边这光头啊 这边这光头啊 你看像不像加里亚尼啊 哈哈哈哈 哈哈 驾出啊 骑自行车来的是吧 哈哈 今天因为巴黎西的道场 因为巴乔的道场 很多 很多现场 现场的人都觉得 这是这是老米兰来了 啊 实际正在米兰踢过球的 所以就是这两位 任球现在不起高球啊 两个队 在青岛黄海队的主场啊 都在模仿黄海队 哈哈哈哈 地面传控 中路的渗透 这边巴雷西还真是够能忙活的啊 周后场他是一个 有手转弓的枢纽 你毕竟是这个 多少年的功底啊 拿出一对一单挑的机会 回一下 再回给吧 小孩是这个问题啊 尽量给脚下 选择传给加里亚尼 哈哈哈哈 好球 分边 看看 好球 看看 好球 嗯 巴乔现在在场上更多的是一个侧应的角色 嗯 哦 哦 好球反击 山东明显联队 好地之后把球分出来 赶紧爬起来 转不错 挺好 哦 小孩一点大 在巴黎西的面前 这种球 摆给 停出三米 嗯 嗯 就是今天再看看巴黎西踢球 就会踢到40岁 嗯 是吧 他这个真的 跑不动 哎 越位 越位 越位还是比较大啊 队员们现在已经 在第二球之后 回退的这个速度 已经会慢了 慢了很多 所以这比赛中可能也会 比较多的会出现越位的判法 嗯 今天山东明显联队这边 登场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球员啊 比如说老海牛的李春乐 比如说这个邱中辉啊 吹肖佳 嗯 耿志强啊 这些队员 张祿平 今天应该不会 在换人名额方面 没什么限制 随便换 哎 应该是所有人都会登场啊 都有良相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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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巴黎西把球传给了裁判啊 传到裁判的身后 老爷子不容易啊巴黎西 巴黎西转眼前到老爷子这个年 年一段 咱其实见着巴黎西 咱看着这球都有三十一段 对 已经是这些生涯末期了 对 对 这边生王东宁 这是老海牛的后方线 两个定海神 真的今天都是位置顶得很靠前 别说王东宁踢球的时候 还有点这个中国巴黎西的味道 哎 对 对 嗯 哎 亚军啊 又越位啊 就这台办太认真 哈哈 嗯 这比赛 其实真的像这种 啊明星邀请赛也好 对抗赛也好 纪念赛也好啊 真的可以在规则上 进行一些简单的调整 其实这比赛我个人感觉啊 这个踢大赏不如踢小赏 嗯 不如踢个八人志 对 还起凑符这个比赛节奏还快 嗯 这个让这一帮 平均年龄啊 40岁45岁往上主的人 你说让他们去踢这个 踢人志大厂45分钟 上下半厂90分钟 嗯 或者啊干脆啊 就是真的取消岳岳 是吧 你回方不了你就那么地吧 是吧 多击球吧 哎 协商船按渣 哎呀 这个从 嗯 侧面看这个面部轮廓 还有点像曼联的 特别您大多巴哥先飞约克 是吧 八桥真是来青岛待了 明日就走了明日就回去了 对 这个应该相信青岛以下 这活动会每年办下去啊 嗯 嗯 这几年半的这越来越有能力 嗯 效果越来越好 嗯 和A7米兰的联系是越来越紧密 哎 啊 大家都想看八桥拿球啊 但是现在有一定难度啊 八桥的竞技状态目前来看并不是非常 在中午 炫耳 老大爷踢法 哈哈 战着p 这种就是叫叫叫叫说好听了叫古典前腰 是吧 我我不动 你们围着我 像一个太阳一样 呃 当年哥伦比亚瓦尔德拉马 对 阿根廷那里一块呢 都是这种 呃 呃 呃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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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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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呃呃 长期啊 长期经常看你去清早事务比赛能看见他 呃 袁老师在大长腿啊 两步蹬上去啊 也有点度多 后方铁闸呀 现在八桥身边总是比较近的距离有队员在盯防啊 所以每次八桥大小很困难 呃 这时候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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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其实刚才真的近距离看八桥啊 我我签名的时候离八桥就半米啊 半米这个距离觉得 呃 还是很帅 而且这也没看出多胖了啊 但是一上场 哎呦 一上场 也有也有人说啊 这个 像八桥这种技术特点的队员 他们踢的 年龄更大一些啊 毕竟是 脚下技术比较细嘛 你看老巴雷西反正这个你看能跑那么多人能出的啊 老巴雷西退役了一直在缅南这个球探部门工作啊 后来兴训也是有参与所以说 呃 他状态保持的不错啊 嗯 八桥 哎呦 黄东宁啊 是很劲爆 嗯 他说他当年踢后背的时候啊 没见过 我真没见过 小啊 他当年 踢有时候这个踢后背前叉 是 拿 球后边说北京队两匹快换 卸风高峰追盼了 哈哈 八桥您也干过咱俩这活儿 在咱电视台当过这个技术嘉宾 跟魏老师配合啊 哎哎哎 哎呀 这球吹越位啊 啊 意识还在 八桥拿球 通过这个重心的一个轻微的晃动啊 呃 晃出一个小空间来 左脚这下塞的 启动的前叉的队员稍微的 早走了半步 其实罗伯特八桥职业生涯 他在米兰待的时间并不长 今天说了这么多米兰的元素 主要还是因为巴黎西兰 八桥在米兰那段还真不是 多么辉煌多么耀眼 算是盛压当中比较暗淡的一个阶段 啊 这球这也没约 什么啊 什么谢谢 1比0 15分多 终于进球了 进球队员是 7号 润多桑 500 7号 这很多 云并积 来自意大利的一个 工厂啊 今天来的还是意大利的球员多 我点一下除了巴销巴黎西之外还有 六名 这传的很妙啊 打门这两天天工年巴黎西啊 这是巴黎西传的 看这像啊 你今天我们这个 是应该是啊应该是 从升行上看 是巴黎西传的 今天是九州席摆放的这个位置 线上看球有点便宜 就在这个 替补席后面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这个兴起 前面摆的这小屏幕啊 我们看的画面跟球迷们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电视转播的信号 华侨 华侨 跑不到洞了 但是进了一个球比赛会不会打得更加开放呢 是吧 希望后面有更多表演的机会 哦 巴黎西帅啊 今天球场上风头啊这个 巴桥上巴黎西盖过去了 哈哈哈哈 李西仍然是一道大闸 无所无处不在 无所不得 哈 啊 刚开始说了这巴桥职业生牙他职业生家 这一声其实维琴查出道是他最早的一个启蒙吧 后来在佛罗伦萨算是达到了一个巅峰 在维琴查几乎就是没怎么踢 佛罗伦萨达到巅峰之后去了尤文图斯 在尤文是拿到了联盟杯 拿到了金球 拿到世界最为天上 不算是帮着尤文开辟了他们的属于他们的一个王朝吧 那时候是他去之前米兰 米兰那会儿 但是三件克是无敌的 后来尤文在意大利帮的带领下有点翻盘的意思 对 后来他其实从尤文走的也不是特别愉快 现在这个进攻 过得不晃 再挑船 王浩出的很及时 从尤文走啊 主要也是跟教练之间的一些理念上的分歧 再加上管理层更强挺佩罗 更想这个 皮特罗应该是比巴乔小七岁 是吧 就巴乔是六七年的 皮特罗是七四年 七四年 所以 呃 那个时间段 其实 霸乔 霸乔还是 霸乔 霸乔 那会儿巴乔离开尤文的时候还是还是状态非常好 如是中天 但是 皮特罗毕竟是年轻 就像九三年拿的金球 世界杯之后去的 去的米兰 对啊 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他加盟布雷西亚是为了能够在小球会获得更多的出场的时间啊 一赶上零二年世界杯意大利的正如 但实际上九八年世界杯也不太好 他还牛尾吗过人 这有点表演的成分 挺好 杨昆鹏 杨昆鹏也是在忠能当过队长啊 这牛尾过人过得还是挺好 杨昆鹏08年还在忠能当队长呢 这算是退役时间比较短的队员了 这新播放的时候 哈哈哈 山东舞明星联队的反击啊 三打三 左 能跑的还真露凶的原声分 好球 不越位啊 在船 后点 停住 回坐一个 中路有机会 挺好 外托 再一扣 没没没了啊 这有点意大利略的 是我们的预算啊 好球 巴乔其实和三青岛足球 还有交集呢 嗯 他在布雷西亚那年 布雷西亚有一替补前锋 叫米歇尔布朗 哈哈哈 布朗可能更多当时是给 那个塔雷打替补 呃 没有 当时是巴乔和卢卡托尼 不是卢卡托尼 已经是托尼了 塔雷是给托尼当替补 哈哈哈 那就是布朗是塔雷的地步 当年乌鲁西亚也是星光翼翼啊 巴乔 双刀 巴吊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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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鲁 嗯 边路的百科过人 说徐勇良可能很多人 嘿嘿嘿 徐勇良这下啊 哈哈哈 徐勇来的弟弟 对 说徐勇良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啊 徐勇来 赫赫有名 男子党的这个地位 好 这是队长书标吗 换人了吗 还拿上来啊 这段时间比较的沉闷啊 丢球之后山东明星连队 主要的精力是在和这个酷鼠上做斗争 哈哈哈 其实今天的这个国际明星联队啊 刚才也说了 球员的构成的还是以意大利球员为主 嗯 所以他们这个深入骨髓当中的这个防守啊 这个概念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他所以他的这个 甭管是领下还是落后 这个整体的阵型不会乱 咦 他这边换队长了 刚才王东宁带着队长队标啊 王东宁刚才是带着队长队标啊 因为今天确实在首发11当中啊 没有正牌的前锋 啊 随王东宁和袁生两个人一直顶在最前面 呃 现在如果想大举的投入进攻吧 把兵力都都推上去啊 这也有点难度 哎 这一漏很聪明 后人有嘟嘟 上 有边落 哎哎呀 强突 还是要回到中路啊 因为这两支球队在场上踢球啊 这20多分钟咱也看明白了 就是走中路是吧 你要说边路起球 现在获得任意球 一会咱看看真有脚球啊 脚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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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不发起来 脚球可能都是走地面 真是内阁 往天上走太难 对啊 因为真要踢的人太难 针的人太难 也没人能跳起来 是吧 而上年呢 那个特别是对抗性的球队运动很少有跳 很少有爱跳 容易受伤啊 你看都是站住了 打外围 都是站住了 哦呦 这是一小重炮 哎 冒顶了 射门 哎呦 太天了啊 小鸡 天赐良机 杨慧彭 在这一瞬间杨慧彭的后卫属性啊 后卫属性还是比较的明显 你看 门将就投降了啊 焦了 左脚也不是杨慧彭的惯有脚啊 打着一下 部位去的还是很正 但是脚都要的有点太刁了 实际上现在这两个队的门将啊 那个侧铺能力就比较有限了 打的没有必要那么刁 好 现场因为我们在现场解说啊 看到 巴黎西在被替换下场之后 现在走到了场边 嗯 我说 换队长他下来了啊 对 应该是 要来看看这球是什么 这边巴嫂已经空了 嗯 半个空门了 我们办还是力功心切啊 一会儿开始采访咱就随时圈进去啊 对对对 咱如果是真要采访巴黎西的话 咱就把比赛暂时一放啊 听听巴队说什么 巴队 青岛的铁杆米兰球迷满啊 我们都非常期盼着就是 巴黎西 情况就这样 不是人 哦 哈 好了 我们这是巴雷西的采访啊 很遗憾 刚才我没听到啊 我们这只能看画面 听不见巴雷西说什么啊 继续回来看比赛 26分钟啊 比分还是0比1 国际明星队 领先 八桥还在场上见识啊 估计兄弟也是很想看八桥 有所表现 双方的比赛还在继续啊 27分半钟了 现在国际明星队员21球领先 这个时间段 其实双方的体能 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问题了 当然因为这比赛 不限制换人的名额 不限制次数 所以双方也是频繁的走马换将 传终 有点机会 这个跟球迷朋友们汇报一下啊 我们的工作人员们非常非常的不敬业啊 这个回来了 我回来了啊 刚刚过去找巴黎西合影去了啊 这机会难得啊 其实其实我刚才也过去串了一圈啊 这真的 请大家理解啊 请大家理解 真的 我多年的偶像啊 我跟高柯都是米兰球迷 是吧 我们 现在说出来不怕你们笑 我们就签 不要签的 我们就签免费的 拉丑恨的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真是有点拉丑恨的意思 就是真的机会太难得了 嗯 从小看球就是看巴黎西看巴桥是吧 那带的AC米兰的队员一个个如鼠家珍啊 嗯 好了专心看比赛吧啊 巴黎西下去了 嗯 巴桥还在啊 巴桥还在 好 这是啊 我们编路一漏 这根几个还玩起来了 嗯 巴桥的位置还是不变 这个这个边是谁啊 挺年轻感觉啊 这个身体素质应该是能跑 好 反击 反击 就给到了原生的身后 连离身后啊 我有点遗憾 有什么遗憾 因为刚才巴黎西接受完采访 走回球迷 走回更衣室的这个这个短短的 这这几个身边过啊 嗯 我眼睁睁的看着高科同志在那跟巴黎西合影 你有签名 我有合影 行啊 我可以发给你 你发给我 我把你的照片洗出来 没事 屁屁屁 屁屁 30分钟了啊 肯定这时候 体能应该会出现一几点啊 双方应该是各化了三名球员了 嗯 嗯 这比赛有的是人 巴乔 今天巴乔 拿球的次数不是特别多啊 对手 山东明星联队对他也是重点的军堂 嗯 嗯 巴黎西已经退场了 不知道巴乔能在哪里坚持到多少分桌 我估计也就是一半场嘛 就多漂亮 人球分桌 好啊 十八号刘沛的解围 现场球迷在山湖海啸一般的喊着巴乔的名字 嗯 真是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明星效应 嗯 这就是真正的真正的大弯啊 真正的世界巨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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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头球 哦 这个后排枪上的头球 刚才又说他在边路非常活跃啊 看背号一会看到 看这几号这是 球衣上没印号啊 这是青岛银行的贊助服 跟咱俩穿的这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 还是球员版的 还是球迷版的 人后面有号码 你这后面有吗 我也有 有 我就在里边 哈哈哈 XL号 发乔就是 发乔就是 台南人在东方上慢跑 这边山东队 反击山东东西连队 进区 啥进区 这怎么回事 啊 吊门 好 快一点啊 其实啊 现在因为门匠年龄也不小 门匠的这个 控制的面积 跟自己身体好的时候不能比 嗯 所以这种叫做 吊门啊 兜后脚啊 是不够的啊 挺明智的一种选择 啊 马桥这球衣已经湿透了啊 嗯 他从这角度看 谁说说啊 踢大城挺难为这个年龄 多少个球员了啊 真的 我们真的还不如看看就是 抢抢圈啊 踢个小场啊 漫长工房演练 踢个小场呢 感觉能好好很多 这个名称的观赏相 哎 抢断 八乔在前叉 哎 这球真是 这这 被八乔和巴雷西配上的这几名球员啊 这得下来批训一下 嗯 有一些人从青岛本地找的 哎 对啊 你这个赛前得给他们说清楚啊 是吧 这这这这咱 咱 现场来这么多球迷是为了看谁啊 这球其实八乔已经启动了 而且传球的距离和角度也都不错 怎么说也得在八乔下场前给他个打门的机会吧 嗯 看能不能创造一点高啊 嗯 我说估计八乔站在脚法应该还转啊 就是进去前沿的认一球 是吧 进去弧里的认一球 是吧 那这人可以跑 这也能跑啊 也不容易 嗯 还在坚持啊 嗯 身体状况不如巴雷西 嗯 你看他这个明显跑 跑的这个跑动能力啊 嗯 因为他退役之后好像一直是意大利阿兹廷啊 不断的再来回的倒腾啊 呃 他退役之后是完全远离足球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是完全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 退役后的 对 农场生活啊 打链 嗯 嗯 嗯 尽管巴雷他这个 经常吃素啊 因为他是佛教授 嗯 但是这个肉还是没少长啊 毕竟是 从一个 高强度的职业生涯当中 退下来的那几年完全没有气候去练 这个也和个人体制有关系啊 有的人就是天生不胖 你像殷扎鸡那样的 哈哈 哈哈 你再看坎生涯那样的 嗯 就喝凉水啊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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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ers alike 去 搶斷啊 失败 這桑南圈啊 確實可能隊員們 職業聯賽啊 都有些受不了 這種天 八橋在舉手要求 回給八橋啊 這球 還差點進了啊 這是後排的啊 十一號 桑南 這群人的手 還差點進來了 大小頭 現在選擇 走多幾根 走多喔 中堂断桥 八桥 回给队友 现在八桥在中圈附近 那球相对来说压力小一些 但是一旦到了对方 也很难有机会把球传到八桥的脚下 这种比赛应该双方都有一种默契 都有一种默契 一对一 传视野还是在那 这球往回坐下 给的力量稍微小一些 谢谢 撕了 好球 这有速度 扣一下 再回 人呐 跑不动了 都跑不动了 这还没上来 停了五六秒钟 撞 握顶 想法很好 这招也打出来了 这是怪不容易的 假设真传 18号 18号是老山东队的刘沛 前查之后 顺势地脚撩 这算是山东明星连队 在上半场比较有危险的一次进攻 这边内部斜向的塞球 用速度将近的超出 今天 国际明星连这个右路这俩哥们太能跑 嗯 这就 他俩这个身体素质 替这个比赛 优势很明显 嗯 肉苗味了 肉苗味了 嗯 说实话啊 助理猜判 吹月味 没必要那么严格 真的 那说这个比赛 怎么也得让他记上个四个球 是吧 两队加起来得记四个球 那这踢到最后这要说是1比0 典型的一场意大利的比赛 比赛 太正规了 看来巴桥是要坚持完上半场了 嗯 嗯 老熊有机会啊 呃 体重很大 但是脚下活很细腻啊 给的不错 但是 风险队还没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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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以前是巴桥还传出过要上新脑皮球的这样一个 呃 呃 2001年左右吧 嗯 曾经有个这样的传闻 有这样一个传闻 啊 当时还是一种肥牛 我觉得这抗补存�不高 嗯 就跟这个顺图行轨要来中等器球的这个抗补存忘弱 到吧 子昂刚刚我亲问她 说我能不能unft搭桥这个问题啊 那些主办方说 不行 是 你来打场子 life 谁让你问这个呢 是 應該问 他您 İyi being 阳禄 achtet 你去里面送 回座 这边助理裁判又举及了 巴乔累了 真累了 摄像师赶紧转过去拍一背影 然后咱屁一张图 跟那个九四年世界杯发对点球之后 两只屁一块 都是双手掐腰的 在那会儿看着巴乔有腰有屁股的 肚子这圈有点圆 岁月是把杀猪刀 巴乔这样的人逃不过岁月的 所以你说咱胖哪儿了 来看 这圈 一个一 床 机会 人前加利亚尼已经准备飞场了 我就用加利亚尼臭不大了 开个玩笑 就是给的这个线路还是很贼 签查队员这个速度实在是拿不出手 跟着全球赔不着一块去 身体一行 丢了 真的意大利是这后卫啊 都能踢到40 你看他这防守动作 你看很高位啊 嗯 真的都能踢到40 都破今年欧洲杯 意大利后方线的几个主力 那波努奇小点 是吧 吉野里尼也30多岁了 巴尔扎利35、6岁了 估计这些人踢到40问题都不大 当然他不是说在一甲踢到40 正想来中甲的话我觉得 哎 但是七八岁仍然是顶级的中央位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四十四分钟了啊 这比赛应该没什么上进50 这比赛应该没什么上进50 到45分钟应该会 赶紧吹上啊 在场上带着队员们这个技能 其实 刚搞 哎这球没愿位 这球没愿位 大球呢 哦 漂亮 这两中高啊 建功底啊 加突出这条演示啊 哈哈 你也跟人都不晓得啊 是世界级啊 火箭炮一样啊 右脚 有点像 有点像这个脚尖土车啊 这时候出去以后几乎不转 就王健文进那个 王海队那种啊 对对对 尽早得比进那个 好了 四十五分钟 1比0 国际明信连在零先 大球 大球 大球的脸啊 还有这个 标识性的迷人的微笑 累啊 累啊 青岛这 圈 尽管和全国 其他地方比还是凉 大家还是 看这情况啊 下半场应该还是会踢 这也是 受到了现场球迷热情的鼓舞啊 不想让球迷们失望 好嘞啊 下半场比赛开始 上半场比赛 山东明信队是0比1落后国际明信队 我们的马桥经过了半场比赛啊 下半场比赛啊 刚一开场马桥开始拿球 带球 啊对不起啊 这刚才 画面距离太远啊 确实距离我们太远 下半场比赛 下半场比赛 上半场比赛 下半场比赛 下半场比赛 哎,脚下一滑,这球丢了 一脚切长船,拖了防线,传到门前,扣一下,射门,打在汪人队员身上,门匠子 什么叫,穿着49号德米托的这个球衣啊,这应该是49号德米托,短裤却是11号桑德尔的,这两人怎么能把这球衣和短裤弄火了呢 打身后 这球边落 这球能不能拿好,拿住了,等着后排插上队友,直接打一身后 拉到边路,右边路,进去县附近一对一,直接船,门将扑了一下 打拆不开 打拆,打拆,打拆 打拆,打拆 打拆员 直接在交这边身后看速度 强突 传到进去里面 这段时间山东民心队 是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在进攻 在场面上是占据着优势 国际明星队也是适时的来组织一下反击 这次是左边路的一次突破 传到进去里面 后卫挡了一下 没有出界 没有脚球 刚才这段时间双方的进攻节奏 打得都比较快 这可能不太适合巴桥这种 老人家 现在首发的22名球员 在场上留着的可能一半左右了 杨慧萌在 巴桥在 镜头里的这两个都在 我估计巴桥跑了这半场 有点跑开了的感觉 有点跑开了的感觉 所以说他下面场觉得自己还行 还能 还能还能醒就 这块实在是太大,养面是摔倒,这团得220斤吧,心疼国际的草坪,砸一坑 球感还是好 209斤吧,得把,很精彩部分为了 reformation 一个草坏,我不是了解,很精彩部分,不一样的验,不一样的大厨 也受到这边,我不一枚,好,没事 我们是CVV的高度,很精彩部分,很精彩部分。 我当时备注写了几个风格,没有变得适合一个造型 这机器量年轻二岁都不一定能飞上了 大乔两次给队友制造机会 胸部一张啊看这边进光 这这这这这这 哎还行 误打误撞的还能传回去 想觉得阳光帆的任务是不是丁八桥 有八桥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他 现在国际明星联啊 这个突然的前锋他没速度 他不是说一般没速度 二般没速度 这边有速度 这边有速度 好球 好球 哎停下来啊 这个腰腹力疗不行了 这下面都换人了啊 刚才是孟瑶传的 14号张芒啊张梦 这边有准错的 那边有准备 所以是孟瑶传的 你说就是孟瑶传的 ,那边有准备 那边有准备 不准备 啊 跑开之后可能体能还是不行,但是没那么辛苦,所以说他也出于这方面啊,还能再坚持。 现在啊,最好就是国际明星联能找出来一个速度比较快的攻击手,顶在封线上,制造个定位球。 对,就是这个意思。 最好是有这个进区前沿的,湖顶一带的认球。 看像花乔的这个定位球,新波的话说,好着不起了。 其实很多的这个元老级的队员,作为传奇球星,还是经常会在一些表演赛啊,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脚法。 嗯,电位球,就是最吸引眼球,而且最能体现这个细腻技术,嗯。 呃,把球还行啊,往前跑啊。 就是,擦弯了时候往前走,嗯,向前的意识啊。 对 虽然是他的标志性动作 是吧 滴滴头 来 已经没有马尾变了 虽然54分钟了 但是呢 对于巴乔来说 他毕竟没有全速的奔跑 没有冲刺 所以应该还可以在场上坚持 比较长的时间吧 想要一脚穿透 有难度 诶 诶 原位 衣在地防线的球员的选位 真是没毛病 而且还是有一定的整体移动力 是一种本能啊 嗯 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 就是国际明星联队 有一部分队员 可能是从青岛或者山东本地找来的 可能他们在一块也被冲起来 诶 可能他们在一块也被冲起来 诶 什么啊 他在边网上啊 这是画上来另一个秃头的前锋 这不是刚才那位了 这也长得像奇拉维特 哈哈哈 诶 多次旅用这个落点 诶 十三号这边 诶呦 漂亮 猪满是过人 罗纳尔多的绝技啊 直接上门 噢到有质量 嗯 孟al 这也是罗纳尔多的绝技啊 那不买是过人 但是幅度没那么大啊 但是主要是男就男在这个摆动之后的动作连接上 他可能 他这下也行了 对 退役的这个年龄啊也行 是 尽管他们对手 年龄也不小啊 我希望在比赛中多一些这样的场面 一些即兴发挥的表演的东西 哦 过来了 外围直接上门 其实我们说这个表演啊 也不光是进攻球员 这种对抗赛 那么门将也可以来一个 咱不要求像一击塔那样的高难度 是不是咱来一个打门出来之后 是不是拿胸口啊 是拿肚子啊 挡一下对吧 给一点这个表演机会 来了来了 八肖 广开射门 发着力量啊 这是八肖精精的第一脚射门 其实这就应该参考 跟别人的全民兴赛 对啊 这个防守队员就别太认识了 八肖精精脚底拉球这件 但是第二下跟不上了 第一下是八肖 第二下是八肖老八肖 这防守球员中后卫还是挺配合的 没有及时出脚 没有上墙 看这怎么样 好的 船子不错 喂 八肖 看能不能往里走 横向摆脱一下 二二四一个 助理财阀 不解风情 快六十分钟了啊 一个小时的比赛了 八肖还在踢 原计划 不会踢满全场 原计划是只踢半场 对 只踢半场 但是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了 他至少是要提前一段时间下来准备一下赛后 接受我们电视台和其他媒体的采访 就是需要下来再准备一下 缓一缓 死亡 把桥跑出一个接应位置 球同伴没有挺好 吹的是致界外球尾利 太阳了啊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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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国系明星队前场积极的反抢 其实咱俩跟现场电视机前的球迷心情都一样 希望尽量减少这种横向的传球 看一看开打合打 但是毕竟是对于这些四十多岁的球员来说 踢了一辈子球 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本能 你说上它就是说我就放 它也不会 而且其实认真的防守也是对对手的一种尊重 这种比赛谁也不希望把它演变成完全的一场游戏 还是要有点比赛的意思 只不过可能是说实话这帮队员全是年龄 意大利这帮就是国际这帮年龄在这摆着 包括像这种后场的传导球 也是他们需要在场上也需要缓一缓这种体现 而且水平寸次不及 我们据我们了解这国际明星联队 除了巴乔和巴雷西真正在一甲踢上球的寥寥无几 没有 职业生涯就是说 借回踢野球的啊 很多是踢野球的 这样来了一帮这个年龄段的一甲退役球员 这场面肯定不是这样 那当然 那边一脚撂射 比如说天机全界的主教练 那如果要来的话 我估计他现在的这个经济状态 怎么得比巴雷西得好出两个档次 甚至加兆业队的主教练 去年还踢球呢 西托夫好像去年在美国还 还双十的一个数据 还有武汉卓尔的主教练 那还有一位呢 还有一位呢 都是故人 和巴乔都有交集 对 都有交集 都在一个队踢过 哎 有机会 空 好球 二比零 这是下了场替补出场 对啊 国际零星阶队进球 场上比分 雷四比二 二比零了啊 刚才这下很冷静 连续两个桥啊 连扣带谎 发现的球鞋 注意到没有 还是老品牌 还是那个品牌 还是迪亚多纳 已经几乎淡出我们视野的 迪亚多纳可能最近想买 不太好买了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运动品牌 很专注的在足球领域 阿强 好球 阿强妹 这下边路的球员 看有没有咕咕 顺下去 中路再回给 阿强出来接 哎呦 好球 三比零 没开二度 又这哥们 和你迎新田队进球 场上挺分 临顶刚 阿强很高兴 还是想赢球 无论什么时候 运动员这种想赢的心理 这个球胜息 要说那个段子 缩起来试试 无论什么时候 这就是打在门梁的下眼 弹回来落地弹起的一瞬间 凌空的卧射 焦点还是不错 你看这个新上来的这个球员 一个是体能比较充分 二是他现在感觉 无论是速度 还是这个身体的机能 各方面跟球队的中场 能配到一块去 反击了 前上有没有人跑 胖子有些大 身体收拾好 能追上 看给好几秒钟之后的自己 你说那是贝尔吧 哈哈 巴乔的位置还是很固定 就是在中路 都不挪窝 如果这个给巴乔 做一个那个热源的分析的话 可能活动区域 就是在那 二十个平方 就在那个中场 最最最最最中间那位置 中前场 山东明星 这边板凳上 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队员 没上呢 管月威了 等着看呢 哎 就是这个意大利球员啊 渗入骨髓的这个防守概念 意识实在 选位的意识实在是好 他可能不想防守 但是他神不知鬼不觉 他就跑过去了 好凶 这应该是个猪公了 看能不能上眼帽子戏法 嘟嘟扛起来 是不是走内线 有机会 大门 好的 小坦克 上眼帽子戏法 而且这终于是巴乔猪公了 你底次 四比凉了 今天也算不错 虽然巴乔巴雷西 都不计划 好歹巴雷西一人一个猪公 最厉害啊 这我看剃个中甲也行 够能忙活的 上场 你打个电话吧 这也不要钱 这肯定不要钱 可以免签 上场十分钟 进个仨 你看你看 当他换了现在那兔头 坐不住了 我的事忙活了六十分钟 一个没进 不能有球探吗 你给你给准备价 开广角啊 这下吹人了 吹人了 但是你看 跟一代力球队打这个邀请赛表演 这是一种折磨 打这个防守啊 他不倒架 防反啊 儿子路火纯青的啊 后上的断墙 前场四大四 走 转过身来 没看见 走你 哎呦 太直了太直了 穿跑没有想到一块 六十七分钟 四比零 哎呦 这差点把这球断下了啊 这哥们老是想往前场走啊 终于有机会了 给巴乔能不能给他传一个 什么呢 标志性的外球兵领球 往里送 啊他是回街拿球了 巴乔穿球往西区里面走 给了一个脚下 哎 能不能给巴乔一个啊 先给过渡一下 过渡一下 走 巴乔把他跑位 没传过去 嗯 脚下活还是操了一些 脂肃粗 嗯 嗯 巴乔 心里说啊 我给你们做的饼 一个特好吃 对 你们给我做的 这一个个都掉 往地上掉 两对就是一个厨师 嗯 好 这不错 冲下来了 这这个下面场上的这个黑人球员啊 嗯 其实也不光是说 有些不解风情这一下啊 刚才这下没必要 那单刀过去就是了 已经4比0了啊 大家都进球乐呵乐呵 其实像巴乔 这个年龄了 在替足球 更多的就是享受足球的快乐 嗯 虽然他现在呢 呃 承担的一个重任 就是表演给现场 见识机枪的观众看 但是 他自己本身 从这个表演当中 获取的这个快乐 他有快乐 啊 也是很重要的 你看他刚才进球那几个发自内心的笑 对 那是发自内心的笑 对 对 刚才他本身啊 刚才他本身啊 和利啊都没有任何关系 对 这完全是足球本身带来的快乐 他进不进球也不能给他签啊 对啊 他是愿意 愿意踢 嗯 愿意赢 愿意自己得分 按照他的最初的计划合同 踢半场就可以下来了 对 还是想踢 还是喜欢这东西 就像 就像咱们现在很多普通的中年人 咱们同龄人 嗯 都已经工作了 有孩子了 还是会周末去踢球 对 去运动 对 为什么 就是因为快乐 花生节育运动 就是因为快乐 是 呃 可能他在刚退役那两年啊 刚刚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想完全远离足球 对 回归到家庭 他说过这话 当时是 但是 这个过了已经这么多年了 嗯 嗯 嗯 足球不可能永远在他生命当中消失 嗯 是 哎 挺好 拉墙了 往后 哎 后卫再往后退 哎呀 杨蓬蓬 小秋 妈呀 他妈呀 杨蓬蓬多老远追回来的 他的任务是不让拔小几球 哎 这中后卫其实没站住 一直在往后退 一直在往后退 哎 看着小秋啊 嗯 把桥应该是站在进去虎顶啊 是不是球打到 哎 胸部停住 以及 转身凌夫 啊 我我我我是这么设计的 嗯 七十多分钟了 哎 哎 没有啊 继续回到说这个巴乔啊这个话题 怎么说呢巴乔他之前刚退役的时候确实说过退役之后不想再碰足球了嗯 嗯 嗯 先来看这个啊 没有原本 看巴乔 巴乔还是在看同伴的跑位 直接乱那一讲啊 就还是想传 可能对于球员时代的巴乔来说足球过于沉重 嗯 年纪轻轻就是重伤 对 后来豪门几进几出 命运多传 世界杯决赛 措施点球 后来 几次国家队大赛都是不尽无人意 足球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沉重 伤痛 拼搏 失忆 不断的和命运作动胜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在经历了20年的足球生涯之后他确实累了 退役的时候 说我我想要连立足球 嗯 但是 休息了这么长时间 今天我们看到的巴乔 他应该 先来看拆球 上门 门将扑了一下 其实这70多分钟给我们的感觉巴乔已经完全沉浸在足球本身 带给他的快乐当中 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伤病啊 沉痛啊 拼搏啊 搞忘了 已经其实已经是入到巴乔的这一辈子当中 他的人生当中去了 他呢 可能退役的时候还没有体会到这种拼搏 这种啊 啊 你明明于活动的快快乐 这种快感 他从足球当中所能体会到的啊 72分钟 其实巴乔这个名字就已经是足球界缺憾美的一个代名词了啊 很多 呃 其实不是不光是巴乔本人 包括他的队友也好 包括他的球迷也好 在他整个职业山崖当中都是盼着巴乔多拿冠军 是吧 射门 哦 终于射门了啊 越来越射门了啊 嗯 就是说希望巴乔远离伤痛 希望巴乔能够在更多的比赛当中 呃 没有那么多的遗憾啊 能能做得更完美一些 但实际上你现在 咱们作为巴乔的球迷 这么多年过去了 再回过头来看看 只要巴乔再待在场上 我们能看他 能看到他这个拿球的身影 能够看到他跟足球有接触 我们就觉得心里已经是很舒服了 你看他刚才这么这么这么踢 完全感觉不到体能上的这个问题了 对 开心了 大开了 嗯 其实巴乔对于一带球迷来说 他定义了很多名词 嗯 对 悲情 嗯 嗯 嗯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缺号名 嗯 他的一个标签 是 忧郁啊 就是可能跟这个相貌气质 其实也有关系 嗯 啊 亚平宁男人的眼里透出的这种 占色有的啊 这种色彩 真的 是很多球迷一生当中最难忘的回忆 是啊 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这个初恋的这种感觉 啊 可能正是赶上那时候我们刚开始看球 嗯 是吧 就觉得哎呦这这球员竟然能把球踢成这样 踢的这么好 嗯 这球这人竟然能长得这么帅啊 嗯 说实话那个时候真的 呃 我们 所有人包括那会比咱们大的那成年人咱们的父辈跟国外外外国人 欧洲人金属的肯定就是很少 嗯 体育足球就是最好的一扇窗 我们通过足球能够更多的了解国外的文化 是啊 了解到欧洲的这些人 人们是怎么生活的 看着拔桥踢球就是觉得哎呦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啊 啊很好的一个怀旧的机会 还有十几分钟啊 还有十几分钟看看 按照 给八桥创造机会进一个啊 我刚才咱们在解说席旁边有很多工作人员在讨论这个八桥什么时候下场的问题啊 啊 果然 七十四分半钟 全场球迷的欢呼声哟 八桥 八桥 被替换下场 他要提前下场来准备一下啊 嗯 而且也需要 他有别的工作啊 必须要单独的接受全场球迷的掌声 单一 不压力了 来来来 这迷处正规啊 嗯 让八桥歇一会儿 沉口气喝点水 啊 擦拭一下脸上的汗 这应该是直接要接受采访是吧 嗯 应该要直接接受采访 一会儿有采访 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啊 比赛还来继续啊 好了 这比赛 刚才八桥采访啊 已经是结束啊 重新回到比赛 这 其实 随着八桥下场啊 这比赛的关注程度啊 比赛是还在那儿踢着呢 八十分钟还有十分钟啊 真的 全场的 关注的焦点 都已经在场边了啊 嗯 记者们 诶 诶 诶 八桥要离场 全场的热度啊 这个 现在都转移到场边 八桥退场这个 出口啊 嗯 就在我们身边 哈哈 这是明白 我都手机都准备好了啊 都把这个 这些啥镜头都摁出来了 准备 还行啊 翻转镜头 我都 我都想 我都想冲过去跟他和一个 但是这保安啊 哎呀 四五十号啊 嗯 根本就进不了身 张老师不是练过吗 我练过究竟是把滚啊 嗯 嗯 比赛后面呢 最后这十分钟啊 可能 呃 国际联队踢的反而会更 更轻松一些 嗯 因为 没有任务 没有任务 对 从六十分钟到八十分钟 到七十五分钟吧 这个时间段 可能大家都是在不断的 给八桥创造机会 嗯 围绕着八桥进行一些 战术配合 哦 这下 哎 这下 没担当 国际联队自己头顶 祝光 哦 翻回球 1比4 14号是张梦的进球 先攻明星前队进球 反向比分 1比4 对 这个比赛 符合我的预期了 嗯 不得进一四四个吗 是吧 现在已经进了五个球了 这球打的还真是好 雅田 我那个杯子下去了 一会儿帮我拿一下 我那个杯子 嗯 八球 这有犯规 这有犯规 防不住啊 哎 厉害 嗯 其实对于国际明星联队的其他球员来说 能跟八桥巴黎西通场经济啊 甚至在同一个更衣室换衣服 是吧 哎 你看 厉害球 过去了 几去里面 他们真的 可能会很荣耀 就是除了 为什么咱们现场的球迷 会这么疯狂 这个太容易理解了 就是 八肖巴黎西的队友们 很可能都会找他们所要签名 都会跟他们找机会去合影留念 嗯 嗯 夏宗明星联友有机会 比赛结束之后应该是会马上 会有一个颁奖仪式啊 嗯 也算是给这次的 青岛银行明星 银行杯的明星要赛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厚点 推射 再进一球 哎 2比4 这到最后又好差 嗯 其实 呃 这就是表演 是吧 大家 都多试着门 都多进几个球 嗯 84分钟了啊 嗯 这小球传得真不错啊 嗯 这边没停休直接打啊 质量挺高 嗯 后位也真跑不动 能跳都不跳 哈哈 最好是山东明星联能再进一两 嗯 踢个平局 哦 开始表演了 这个足球赛跟篮球相比表演的难度能更大一点 嗯 都不像全明星周末啊 这个怎么玩都行 场地也小啊 一对一斗牛单挑的机会也多 嗯 这个你想射门你真得进入射程啊 嗯 摆着踢踢不进啊 嗯 所以说这这样的比赛应该特别年重大 你应该去销场 对 销场你玩表演也好 好表演玩啪波好玩啊 嗯 往返的这种对于体力的消耗也小 嗯 还有五分钟比赛就要结束了 嗯 嗯 越踢越活跃啊 嗯 但是实际这段时间再想进球也不容易了 嗯 嗯 国际明星联队倒不是说不想进攻 实实也确实攻不太上去 嗯 嗯 而且山东明星联队刚才是让能联记好几个 说实话 确实有被放松 对 有点放松 对 哦 哦 哦打一门凉 这真不错啊 有能力 看不见号码啊 这几号啊 嗯 嗯 今天所有上场队员当中 这位是经济状态最好的 嗯 嗯 有点布鲁诺的意思 哎 技术也很全面 停 迅速调整步调 射门那几下有点像小布鲁诺那感觉啊 嗯 小坦克一样 嗯 哦 差一点又一个啊 嗯 左边分 哎 这次12号里充乐 啊 在边路走啊 不错 能不能挺好 没有拿到第一个点 哎 回来挺快 好球 好球 这球没有 呀 助理才 助理才办还是举棋了 约位 原生今天是要打满全场 而且今天的位置是比较灵活啊 嗯 开场的时候出现在封线上 后来退到中场啊 自由人 啊 现在又又到了 顶在最前面 脱节了 现在是标准的脱节了啊 我们 但是你要说表演赛啊 这样也行啊 表演赛 担招的机会啊 后年啊 哎呦 哎呦 没顶进去啊 身体跟个小钢炮一样 非常激稿 弹性十足 嗯 今天的90分钟比赛全场结束之后啊 现场还会有一个颁奖的仪式啊 啊这边啊李春乐真是这这个身情变化的 应该是比较大啊 呃 老海牛的左后卫 李春乐 今天您是下半场替补上来的 呃 在左边路有几次套上不错 但是这球停球的时候啊 感觉身子有点拧不动了 嗯 岁月不饶人啊 这都是为倩岛足球立下过汉马功劳的功勋之臣 哦 外脚背 想要往前送 再给 这边又来了 三打二了 一对一啊 这是三条 你对啊 哈哈 在这横着走半步多么大的动脑 哦呦呦 大门人家还真是 这就是咱说 见功底啊 咱说老球游子 就这样了 这真是老球游子 你们瘦下五十斤来这个横壮的啊 你看你看 这腿 这大粗腿 你别看他 他这个体重能做这种动作 证明了 已经是不容易了 咱也不用说爬成这样 咱能到一百二百斤的时候 就掰不开腿 拉不开枪摔了 你猜了 你猜了 就不要吐露我的隐私了 还有还有还有几十秒钟了啊 我就透透一下 嗯 嗯 很多球员啊 感觉虽然没有踢过高水平啊 没有踢过顶级的职业联赛 但是 在野球球场上 嗯 吃少哄云 真的真的就是 你是说木里尿吗 哈哈哈哈 今天国际明星联队的这几位感觉就不错啊 真的以后希望这种比赛能多一点 比赛结束啊 全场比赛结束啊 全场比赛结束啊 两支球队精彩的比赛 罗伯德巴乔也是奉献上了75分钟的精彩演说 有一个竹 卡上比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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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